开工第二天 是不是觉得还没有回到工作的步调呢 适时的参与与我活动 可以帮助你放松心情 面对新的挑战 台湾市国乐团为了迎接新年 精心筹备了音乐会 打出巨星献礼的口号 邀请了钢琴巨星许瑞斌 大廷琴家许婉柔 和明指挥顾宝文 带领着国乐团演绎精彩曲目 祝贺全体市民新年如意 直接快速的在琴电上跳动 优美的钢琴声跟着流转 别怀疑钢琴大师陈瑞斌的琴声 这个周末在桃园你就看得到 当然钢琴是我想目前 现在都还是学最多乐器的一个选项 但是可以结合这样的传统乐器 来演奏这首乐曲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组合 桃园市国乐团这个周末 要举办巨星献礼 生动桃园音乐会 除了陈瑞斌之外 学成归国的大提琴家徐宛柔 也会同台演出 多位名家和国乐团的合作演出 曲目也有不少和桃园相关 新的一年 新兴的国乐团带给在地的贺礼 要用美丽的乐声感动桃园 里面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因素 民族的元素 还有客家族群的元素 把我们桃园一个大家族 大融合的一个文化 全部在这首棋子里面展现 这个礼拜天下午两点半 国乐团的精彩演出 将在中立艺术馆登台 桃园的乐迷们可以到武化局 或展演中心来索票 一起共享胜举 同学新闻 陈彦任桃园采访报道